当恐怖的食人魔汉尼拔变成了卡通版 会是什么样呢 那么这期视频给你答案 哈喽大家好 我是肖文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还是由bob twice出品 经典卡通影视人物系列 陈梦的高阳里面的汉尼拔 陈梦的高阳这部影片非常的经典 也获得了当年的奥斯卡 而饰演汉尼拔的安东尼霍普金斯 也把这一角色演绎的十分出色 并且他也是奥丁的叛演者 你看出来了吗 此款玩具为1比12比例要比1比6的小很多 那么写实版和卡通吧 你更喜欢哪一个呢 此款玩具虽然是1比12小比例的 但是在细节方面却一点不欠缺 包括胸前的号码也清晰可见 就连头发后面的缺失细节也体现了出来 配件方面为我们搭配了桌子和椅子一把 全都为金属材质并且椅子的花纹刻画非常出彩 汉尼拔在影片里面佩戴的风嘴面具也一并为我们附属了 上菜时间到了 大家都了解汉尼拔最爱吃的是什么 虽说是卡通版 但看上去也是挺恐怖的 一副餐具同为金属材质 最后就是一个被绑架的羔羊 这也寓意了影片的名字 我觉得大家如果玩腻了1比6玩具 也可以尝试一下不同的新鲜感 好的 视频最后记得给我点个赞 我们下期见 拜拜